不知道今天來這邊是要講話的 哈哈哈哈 是傅宜昨天就是Email給我 然後我才知道說今天是有這個輸出 一定要重新開幕 他都請我過來這邊一起共享聖誼一下 結果到門口他才跟我講說 等一下要講幾句話 然後我沒有準備啊 所以就是把我寄的一些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時候我記得是大概1993的時候 我念一宗高一 然後那時候是這邊的書店也是剛好開的樣子 然後我高二的時候94年 就是第一次進到這個書店 因為那時候我住竹山 然後要回家都會經過這個地方 然後到車站區 然後後來就看到幾次 好像有本文化書店這種東西 那雖然不太知道他在幹嘛 然後我就找個機會就進來了 然後就那時候遇到紀博士 那紀博士就跟我聊天啊 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宗的學長 然後我就會聊著聊著 也知道他太太也是竹山人 然後就在我 他媽家鞋對面而已 所以就是越彈越頭氣 然後他本身人就是非常的nice 就是 呃 沒有任何價值 然後非常的合來可情 像一個小杯杯這樣子 然後就會跟我分享很多他的經驗 然後他在美國 然後他在做什麼 類似高科技的東西 跟火箭還是飛彈 還是跟燃料有關係的樣子 太久了已經忘記了 那時候跟他聊了很多 然後 後來一中 我二年級的時候 然後班上一個同學 是圖書館社的社長 那個人怪怪的 但是我就跟他還不錯 然後 他就跟我 有一次跟我講說 他想要辦一個書展 在1月1號校慶的時候辦書展 然後我就說 OK啊 我這是一個台灣本文化書店 還不錯啊 裡面有很多很有特色的東西 然後我就帶那個社長 過來這邊跟紀國師認識 然後後來我們就辦了第一屆 應該是全台灣第一屆吧 就任何高中沒有 都沒有辦過這樣的書展 就是台灣本土文化書展 那就是台東一東的圖書館 然後再給很多書都辦過去了 那時候記得 沒有遭遇到任何的主力啦 雖然那時候政治氣氛 應該還不是那麼開放 但是沒有遭遇任何的主力啊 很多老師、市長都給我們 很多鼓鼻那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欣慰 雖然我不知道賣得好不好啦 但是很多時候還是辦回來了 但是至少是一個開頭 那我記得在隔了幾個禮拜之後 那時候他紀國師覺得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然後在學校也接觸不到很多的學生 後來他會想說 那不然到台中商鑽也去辦辦看好了 既然是省立台中一中可以辦 那國立台中商鑽應該也可以辦 結果去那裡馬上被那個學校 裡面有非常多的人士 就是阻止啊說你這個是台獨的刊物啊 就罵一大堆 然後就嚴格禁止 紀國師到那邊辦書長 所以那時候受了一點挫折 不過後來紀國師還是繼續在這個書店 繼續進行他這個使命 就是為台灣文化寄一份心理 後來我考就是大學念中山女學院的女學系 那時候來這邊跟許學長許世凱還有盧千輩 前輩來這邊有一個讀書會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應該是吧 都在裡面的小房間讀書會 大家一起念一些書 也是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非常美好的一個經驗 也認識許博士這樣子 也知道他也是一堂學長 也覺得與有榮焉 那麗拉扎講那麼多 就是主要就是提供一個比較 紀國師來這邊開這個書店的提供一些回憶 就是我所記得的部分 然後他是一個令人非常的感佩 然後讓人家覺得很不幸的一個人 那大學時候有一次問這邊的小姐說 紀國師他怎麼好久都沒看到 那後來才知道說紀國師醫病 然後就回美國治療 然後後來才知道他過世的消息 那是一個很不幸的消息 不過這個書店我想來這邊就會讓你一直回想到 紀國師這個人還有他的精神 那我很榮心今天來這邊跟各位分享這些事情 那大概就這樣 然後這個書店應該會一起成長下去 等到我的兒子長大的時候看得懂字的時候 我一定會帶他再過來這邊 好謝謝各位